很多大众可能对印度有一些刻板印象 然后我就想知道一下 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刚刚说印度有很多骗子 什么类型的骗子 印度不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 印度里面很多人是有骗子 然后印度人是很聪明的 但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聪明过度 就会变坏事吧 所以呢 比如说有些一个外国人 当印度 那在你去机场 或者你去一些博士站 那在那边呢 专门是有一些军队 一些军人 他们就会直接会看中 这个是老外 这事情我觉得不仅仅是发生在印度 其实很多国家 就旅游的国家尤其都会有 在别的国家比如说在中国 我看到只有你去旅游城 专门是旅游的地方在那边比较多 在印度之间你到处都是 到处你从机场出来 你就会遇到这个人了 比如说如果说我有一天想去印度旅游 我想打车 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避免被人载的这种情况 有没有像滴滴一样的打车软件或者 现在在印度有迪迪这样的打车软件 尤其就是这个 你到了机场呢 你从机场出来之前呢 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些机场服 他们不会欺骗你 或者乱乱 就明码标价了已经 对对对对 就现在东西 现在可能比之前要更规范的话 对比以前规范了 我之前有看一些视频博主 那拍的话就比如说你走在街上 就有些人想就想让你买东西 就拽着你这样让你买东西 这种情况还有吗 我母亲不知道 但是以前特别多的就是 就很常见 很常见 主要是旅游景店那边呢 是特别常见的 那比如说我一个人想去印度旅游 会不会很危险 也不会 就你注意你的身边的环境 有这样的骗子会骗你 但是同时有些人呢 是特别友好的 那肯定每个国家对吧 这个东西不是一概而论的 还有友好 当然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这么多人口 对然后呢 现在的东西呢 比以前越来越官方 如果你注意 你就不会被骗的 也不是单纯被骗的问题 就是一个人身安全的问题 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 一个人去 安全方面呢 在印度有一个对国外的人 他们会就骗的是钱 钱为主 对 钱为主 钱为主 其他的呢 他们不敢 哦 为什么呢 这个可能印度 这个民族的一个个性吧 你就是并且可以 商人不行 也是可能是 怎么说呢 跟国家的名字有关系吧 民族荣誉感 嗯 其实去旅游的话 你作为一个女性 你不管去哪里 不要说印度 甚至是中国 中国怎么说呢 我认为是非常安全 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取决于 什么时间点 去到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半夜 一两点钟 去那种小街小巷 那种特别偏僻的地方 你在哪里都有 这种安全隐患 对吧 对 需要一个基本安全医师 没有这个基本安全医师 没有这个基本安全医师 你哪里都是有别心得出的 有道理 有道理 但你比较真实的 比较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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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国人 不是很肯定 有很多食材 在食材 为较真实的 他们经常使用 鱼 这种味道 但是 不是很强 我们吃了 所以它们就像 整个小时 一样 我们完全反对 我们应该做的 一些东西 对 因为我没有做 我没有做 我没有做 我想做 那种真实的 所以我想做 那种真实的 我想做 那种真实的 因为他们要做 这种真实的 就是 这种真实的 但是 它不是 真实的 就是 只是味道不太强烈 像我们吃在印尼 某些人和某些群统和群统 不吃强烈的味道 在 Guzraachistan 人们吃的味道更甜 所以甜点 他们甚至煮 他们煮的味道更甜 那是人们在湘南 他们煮的味道更甜 他们煮的同样 但他们放甜甜 对 如果你去 Rajasthan 人们吃的味道更甜 对 像西川人和雲南人 是的 但是西北人人在中国 尤其是在东西 他们吃很多肉的食材 而且他们很高的食材 在印尼 在印尼 它是南北 哦 西北 是的 我认为它是这么多的 在印尼 我认为大家都吃了 在东西 在东西 其实人们吃的肉 在印尼 有些人比较肉 像西北人在中国 有些人比较肉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食材 从南到南 从南到西 在印尼 很棒 就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是 你来中国之前 对中国的印象 和来中国之后 对中国的印象 有没有什么改变 其实我来中国的时候呢 就没有特别强烈的什么一个感觉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一片空白的 对一片空白 但是呢我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或者呢我家人 他们认为中国是比较穷的一个国家 是不是看那个90年代剧看多了电影 可能吧看了就中国的一些电影 然后来了以后呢就 来了以后呢就 我没有感觉到什么穷 我感觉挺好的 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是来的是广州 然后就直接去广州的一个山上 叫莲花山 然后在那边的天气也很好 基本上生活环境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是挺喜欢的 就第一印象就很好了 对对 但第一印象呢就是 没有想到在中国说英语的人 这么少 特别特别的少 见到的所有的中国人 觉得你都会中文 所以呢他们不考虑你不会中文 他们不断地就用中文来表达 这样不就逼迫你学中文吗 对也不管你听不听得懂 就用中文跟你聊 对对对 好可爱 那有没有说你特别喜欢的 就是中国特别喜欢的一些现象 或者你特别不喜欢的一些现象 可能在这方面呢 每一个人的想法和感觉 都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在这方面 特别深刻的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我是不喜欢的 或者什么东西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没有特别强烈的印象 对没有特别强烈的印象 只能说是一个相对一个东西呢 但是中国人比较大部分 不是所有啊 比较排斥新的东西 排斥新的东西这么像 他们会 例子 对 不特别容易结束别的国家的文化 可能是一部分是不太能理解还是 不知道有可能是不太理解 有可能是跟这个别的文化有一个陌生感 有可能是跟自己觉得 中国自己有一个5000年的 就是一个文化历史感 所以就自己的这个文化的自豪感 自豪感特别强 自豪感特别强 所以呢就不容易接受别的文化 就你说不容易接受是哪方面体现出来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 或者是什么行为让你有这种感受 比如说我在我的同学里面 我的同事里面 不是同事 我的同事里面呢 他们会英文 但是呢 不讲 也不想跟我用英文做 然后呢 逼迫我 我必须用中文来干净 哦 明白了 就这方面 其实有时候他也不是不想 可能他有 对于说英文有一种恐惧 就怕自己说的不好会尴尬 很多人的英文水平是可以的 但是唯独口语不好 因为是说的少 他有一种内心的一种障碍 是 所以呢 我刚刚说了 有很多个东西呢 是相对的 不是完全的 所以呢 某些人是敢说英文 或者某些人呢 敢接受别的文化 但有些人呢 是他们是不敢 然后呢 这个不敢的这个 人群 就你感受的比较多一些 对 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有一个自己的舒适圈 他不想跳出自己的这个 舒适圈 是 也有可能 我也是 是吗 不是 我来四川认那些人 很多人都是 我明明说我听不懂四川话 他还要跟你讲成语话 他一直跟我说四川话 哈哈哈哈 对 成都这边好多人 他是不愿意讲普通话的 但还好 能听懂有时候 因为我都被迫社会 在珠海广州 在那边也是 有些人呢 他们呢 会逼迫你听懂业语 那你来中国这么多年 有没有觉得 就是中国特别好的一些地方 就是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比如说生活的便利啊 或者其他方面 这个东西来说呢 这个东西呢 我永远心态是比较平和的 平和的 平和的 也没有感觉 然后一个地方是有缺点的 因为每一个地方是有诱饰 和确实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就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 这种什么感觉 只有可能 但是看什么都很淡然的 哈哈哈哈 好佛系啊 反正对于我这个中国味来说呢 我没有吃过很多 这种的印度菜 但是它的菜是非常合我的口味的 羊肉咖喱我已经安利无数次了 就爱吃羊肉爱吃咖喱的 来了之后就必点 不用说的 蔬菜的咖喱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辣 如果能吃辣的神伙伴 也可以去试一下 尤其是里面那个奶豆腐 我觉得很有特色 如果想尝试印度菜 或者是外国口味的小伙伴 值得一试 人均也不贵 大概80左右人均 你就可以吃得非常饱 我希望大家来吃印度菜的时候呢 就不用太纠结 有可能你第一次点到印度菜的时候呢 你吃到口味 不太适合你的口味 但是你可以跟这里的老板聊 就下一次呢 你的这个体验 吃印度菜的感觉 这个体验会差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是大白兔 下个视频见